本集完 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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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无极 乾坤借发 希 开了天眼之后 我马上眉上眼睛 凌晨静气地 用天眼 观察死周围的一切 見到了 我見到了 在門口的樹 有一個有一頭長髮的女人 正是倒吊在密室的門口 眼神陰冷地望緊我們 不准走 不准走 難怪我們走來走去 都會回到這間墓室 原來就是被這隻鬼迷惑了 剛才我們以為自己一路向前走 其實很可能 我們只是一路原地踏步 一切都是因為牠 一切都是因為牠 月圓 你說你的花飛飛 是不是連鬼都可以咬傷的 當然 我這隻花飛飛分泌出來的毒液 是世間上最重的陽火毒 陽火就可以專門要來克制陰魂 這樣就行了 花飛飛還會飛 我還可以用哨子 指揮牠飛行的方向 那好 一會兒 我手指哪個方向 你就指揮花飛飛 飛去那邊 然後噴毒咬鬼 嗯 那 就在我前邊 九點鐘左右的方向 三 二 一 一 好 十 五 呀 一仔 幹什麼 那時候幹什麼 你們兩個 為何靜光眼看著那邊 長公 不出聲 伸著宗子過來 蛤 宗子 喂 你插上我的手指幹什麼 啊 天地無極 乾坤謝法 三千五雲 萬鬼滅 鋪 啊 啊 你好 我和你又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你居然要把我打到魂飛 你嚇殺 我用現在殘存的一口怨氣 就你在古墓裏面 碎雲連連 百事不數 糟 難怪師傅說 凡事留一線 對鬼也應該有慈悲之心 我怕著不將他徹底消滅 我們就不可以破了他這個鬼的眼 結果 結果現在還給他詛咒 唉 這樣一來 我在古墓裏面的魂勢 肯定 會降到很低的了 啊 啊 哎 一仔 你幹什麼 一仔哥哥 你 你今天怎麼樣 沒事 我剛才 硬硬運工開天幕 自己功力又不夠深 所以現在 有點累了 一仔 剛才 你為什麼要咬中指 師傅 中指血是最可以治鬼的 但是我怕痛 那就先咬你的手指 下次 輪到咬我自己的了 一仔哥哥 他說 剛才 我們究竟遇到什麼鬼 我也是聽師傅說過有個傳算 說有些本事高強的人 可以養鬼看門口 所以 那些就叫做看門鬼了 看門鬼 怎麼養的 這種養鬼的方法很殘忍的 他首先要找一個 含冤而死 有怨氣的人 將他的魂魄 收在罐裡頭 然後 將這隻風雲罐 放在要看著他那段路 路口的樹 跟著就要將鬼煉化 使他懂得施展 像鬼掩眼 這些迷魂招數 那些人 就算來到他的墳戶面前 都只懂得兜來兜去 根本都找不到路進去 我們之所以 剛才走了這麼久的直路 只不過 就是被鬼掩眼 迷惑了 其實我們自己一直 都在原地踏步 哦 原來是這樣的 既然是這樣 我們真的要快點走 要不然 就追不上 姜師傅他們了 嗯 好啊 好啊 快點走 快點走 慢著 你們看看 沒了鬼掩眼之後 這個墳墓 真實的情形 馬上就出現在我們面前 走了不夠五分鐘 在我們面前 就出現了一個三叉路口 是一條路交叉位的正中 有一塊鋼肉 幾粒石仔 還有 有幾個鋼鋼罐罐 組成的道家法陣 這個法陣 是不是之前 要來鎖住了看門鬼的呢 有條三叉路 大家說 我們應該走去哪邊好呢 嗯 日仔 剛才 我們走直路走了這麼久 不如這次 無論如何 不要再走直路了 我也是這樣想 這個墓是完的 如果向左或者向右轉 說不定 我們很快就會撞到媽媽他們了 既然大家都這麼說 那現在 我們先靠左邊走 好嗎 好嗎 那 你 就是 我們 的姊妹 就 想 走 走 出去 還想走出去 糟 難道 這個鎮法 不只是 鎮壓著前面那隻看門鬼 而是 要鎮壓著四周圍 看著這個墓園的 所有鬼魂 別搞了 別搞了 走 快點走 快點走 別走 別走 快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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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仔哥哥 我們走去哪兒去 中間這條是直路 右邊那條是向上走的斜路 一仔 我們不如還是繼續走直路好了 不好 剛才那條直路你不怕嗎 不如 我們走上斜那條路 這樣 好吧 走那邊 走那邊 快點走 快點走 在那一刻 我根本沒有留意到 為何自己會變得這麼急躁 而且 這麼聽不入別人的說話 我甚至忘了 我現在正被那個女鬼咀嚼著 所以我的運勢是最低的 這時候 我自己作出的任何決定 都最有可能是錯的 走 快點走 一仔 你小心點 怎麼了 朱油膏 你抓著我幹什麼 你自己看下面 蛤 蛤 為何地上這兒 有個這麼深 這麼大的坑 我居然都沒有留意到 是啊 一仔哥哥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朱油膏 拖著我 我都會掉下去了 蛤 怪 這樣真是認真怪 我是學道術的 而粵語 又更加是一個 很有天分的古師 我師父說過 練道術 武術 古術的人 他們的靈覺 比一般人 應該強得多 何況 我和粵語 都在這方面 很有天分的人 那就是說 我們的靈覺 和大陸感 都應該比朱油膏 更加強大 更加厲害 就是 為何 為何這次 有危險的時候 反而會是朱油膏 被我們還才發現呢 穿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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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仔 快點火了 那些東西正在追上來了 我們怎麼辦 啊 那個 魚姑娘 不如放這隻飛飛出來 再咬個幾口 我們殺出血路 不行 我的飛飛現在的毒液分泌得很有限 每一次他咬的人之後 起碼都要休息半天 才有力氣再咬第二口 啊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現在唯一的辦法 就是跳下去 啊 跳下去 喂 日仔 下面黑媽媽 都不知道有什麼 我聽師父 和衛國和尚 和胡鐵花他們開會的時候 他說過 這隻古墓 很可能無中有無 如果他們推論了正確的話 上面這一層的建築 只是為了 培養惡鬼而見 下面 才是真正的 那個古墓主人的墓室 啊 下面才是真正的墓室 這樣是不是就是說 下面 才有那些真正陪中的金銀珠寶啊 是這樣的 我們一如下去看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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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這些是什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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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來看看 嘩 為甚麼地下的樹 有那麼多呼嚕頭骨 嘩 嘩 啊 不是吧 不是只有一個嗎 嘩 嘩 別吵 我聽師父講過 在古代 那些帝王帳相 又或者是大富豪的墓室裡面 都好像有長明燈 是被那些收見寧武的人 招名用的 而为了保护墓室里面的秘密 那些负责收建 做灵墓最核心工程的人 都会被人夹生地 局写在坟墓里头 防止他们 将坟墓里面的秘密洩漏出去 地下的那对呼噜头骨 会不会就是当年 收建灵墓的工人呢 不过 当我接过了 猪油膏递过来那盏油灯的时候 我已经无心机 去看地下那堆骨头了 因为这个时候 我已经完全被墙上的一幅 壁画吸引住 壁画上面画着的 是一群群很虔诚的人 似乎在拜什么 然后又有几架车 车上面都装着 几个很小的十文仔十文女 向着一栋墓门洗过去 而在墓门的背后 是画着一条怪物 看样子好像一条大蛇 但是蛇头那里偏偏有一个独角 而且在蛇头下面 还伸了两只爪 这个是什么 是笼 还是蛇头呢 这幅画很怪 它是什么意思呢 看样子 似乎是那帮人 向那只怪物在拜祭 还向他献上贡品 他们的贡品 就是车上的那些小孩 小孩女 没错 你们看不看见 在画的右下角 有一段文字 我一早就看到了 不过那些是繁体字 我根本都不懂多少个 师父要我 罚了这么多词读德经 所以 这些繁体字我认得 日仔 上面说什么 这段文字 应该是个道墓策写的 他说 这个 是一个很大部落 的大巫师的墓 他本来想进来 找一张宝物的 谁知 想不到 他进来之后 才发现 这树盘距了一条 叫做黑曼蛇的大乖物 他打开了机关门 原本可以把黑曼蛇架在外面 但是最后 他也是捱不住 在这里的直尖 正和肚子饿 终于决定 打开门 出去和那条黑曼蛇搏搏 这个就是他 在开门之前 留下的遗言 哦 不是吧 日仔 那就是说 那条黑曼蛇 现在 还有可能在这里了 你这么生人不生胆的 你看不见地下 还有一条很大条蛇的蛇骨 而且 而且 地下的骷髅头骨 多数 好像都有被蛇 咬断过的痕迹 那就是说 他们都是被蛇咬断的 那倒是 但是 你看看 那条蛇 似乎 那些蛇骨 都断成几次 那难道 这条 这么厉害的蛇 亦都是 被不知道什么怪物 可以夹硬将它领断 嘿 不要说太多了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蛤 一仔哥哥 你找到什么 那个杜慕策说过 他说这间密室有个机关门 当初他又打一栋门 出去和黑曼蛇搏斗 但结果 后来 他就和黑曼蛇一起 射了这树 现在 只要我们打一栋机关门 那豈不是我们可以出去 我刚才研究之下 那个机关我已经找到了 就是墙上 那个黑住的罪音阵 中间的那块绿色的蛹 我们只要将那块蛹 拿下来 一嘴 不对路 不要 陈成真 不要动 铁花阿姨 你怎么会来了 你这个蠢才 是你师父叫我来找你的 陈成一 今天你真的闯了大河 这个振法 是你师父和我们重新布置 很不容易 擅长鹅鬼王困在里面 结果你现在 不要说这么多了 你破坏了蜂蜓 你这栋石门已经捆不住 恐怕 恐怕 很快这鹅鬼王就要撞碎石门出来 快点爬回来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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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带你们去你的师父的书 走 走 快点 我带你们去你的师父的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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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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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我 我没力了 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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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我真是不记得还有一个猪猴糕 而且你看看他 他的心臟已经顶不住 就算被一粒沉香猪他 他恐怕 都未必走得动 他真是要休息一下 既然是这样的 鐵花椅 不是 鐵花哥哥 你先抱起鱼主 把那粒沉香猪流下来 我 我留在那里 陪猴猴 鱼主 鱼主 你胡说什么 我不是胡说 你带月月去找我师父他们先 然后叫师父过来救我们 我和师父学了这么久 拖下时间 应该可以的 你胡说什么 你要去到姜师父那里 起码他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来一回 浪费的时间就更多了 鐵花椅 现在是你在拖时间 你走 你抱不起猪猴糕 让我留下陪他 如果他吐上一条气 我会拼命地拖着他 向你这边跑的了 你记住 留下记号给我吧 好了 一仔 你小心点 你的墙 我留给你 里面还有七粒圆鸩蛋 还有 你两张符 是你师父画的押音符 威力还挺好的 拿住 一仔 记住 你们现在要对付的 是你放出来的饿鬼王 你们是没办法打得赢他 能够走你就绑命走 拖时间 记住 捱到你师父和我回来 行了 鐵花叔叔 你不要这么长气 快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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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饿鬼王 应该快快追到想来 你别管我 走 快点走 土馬,一會兒我還要和你一起拼命 到時候你不要腳軟了 我...我怎麼會這麼臭小子 你穿了讀鬼王 好多人害怕 躲起來,找地方先躲起來 小子 小子 這隻 這隻野獎是 無鬼王 真是 真是好可怕 隨著鵝鬼王一下一下的奇怪腳步聲 我們終於看清楚這個鵝鬼王的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是這樣的 這個鵝鬼王 跟我們之前見過的鵝鬼 根本一點都不同 他的頭 就像蛇頭一樣 又尖 又長 那塊臉那裡 還佈滿了 密密麻麻 黑色的鵪片 在額頭那裡 散了對角 但是 偏偏 他又很清晰地 有著好像人類一樣的五官 而在他張開口咆口的時候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他這條鵝 就像蛇的鵝一樣 很長 但是分差的 和鵝鬼浮雕 那個瘦骨鵝鵝 只有肚皮靠起的形象 完全不痛 這隻鵝鬼王 身形都不知多麼高大 身上的肉 好像一塊塊石頭砌成一樣 實實的 雖然他走了的時候 看著一個杯 但是 身形都有兩米多高 那對鬼走 長長地扔到地上的樹 每一集廢出去 似乎 就算這隻老虎 都可以被他夾山地撕裂 這隻鵝鬼王 實在太得人害怕了 一仔 怎麼辦 這人怎麼辦 這人怎麼辦 豬猴高 冷靜點 這個時候 我們根本避不到 唯有跟他搏過 不是他死 就是我們死的了 你不是帶著鵝匙來的 拿鵝匙 哦 一仔 我帶著這把菜刀 還有這隻雷將棍 什麼 你 不知道那麼多了 我們一齊咬穿棕子 柴子棍和爸爸菜刀上面 和男子的棕子血 是陽氣最盛 亦都是黑仔邪蜜 最有效的法寶 原來我們的血都還這麼有用啊 好了 惡鬼王 來了啦 老子不怕你 有了 一仔 他快來到 我們面前 啊 臭鬼 餓了嗎 讓老子餵顆 元冥彈你看看 一仔 元冥彈也打中他了 他好像沒事一樣 是呀, 為什麼那顆子彈已經暗了他身體那裡 但他根本好像一點事都沒有 魚仔仔, 你小心啊, 翹膏, 避開 魚仔仔, 那現在怎麼辦 走啊, 走啊 走去哪兒啊 那間物室, 我們之前發現的那間物室 進去那邊, 躲一下 哦, 哦, 好啊 掉了, 兒仔, 掉了 豬油膏, 避過來這邊 餓鬼王的力量真是令人恐怖 我和豬油膏兩個, 剛剛避入了先前 國族他們發現的那間物室 在他那對餓鬼酒發力狂訴之下 兩邊的村牆, 即時一起倒塌 幸好兩本牆, 一起倒塌下來的時候 互相頂住 還反而形成了一個像帳篷那樣的三角形 而我和豬油膏, 亦都很幸運地 可以縮在這個三角形下面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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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 幸運, 日仔 我, 我幾乎 真的以為自己就來沒命的了 豬油膏, 小心啊 那隻鬼酒, 那隻鬼酒 那隻鬼酒, 伸進來啊 快點避開啦 啊, 鬼爪失我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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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該怎麼辦? 我鬼和那個鬼酒 一起一起在洞外伸進來 扯住了豬油膏 那隻腳, 僅是要把他扯出去 呀, 啊, 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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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搾了宗子玉的菜刀 他也不怕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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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救我 啊, 我, 我, 我快要被他扯出去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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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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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駁一搏 宗子玉加完命彈 你去死吧 逸仔 他扯了我一分肉 收回一條命不是已經多好了嗎 逸仔 你怎麼打走他 我見到圓冥彈和忠子血都來他不學 後來想起來 唯有搏一搏 於是 我先用忠子血的菜刀 在他的鬼爪那裡 砍了一個刀出來 然後再向那個刀打了一槍 結果他的鬼爪 即時飄了煙 這樣就縮了回頭 原來你只是靠搏 萬一搏不到 那什麼事 那隻外鬼王 他又想怎樣 他又想拍塌的牆 把我們倆夾身躺在這裡 蛤 逸仔 那怎麼辦 事到如今 唯有搏一搏 豬油膏 我一會兒衝出去 引開他的注意力 然後你找機會爬上這高的地方 用銅子尿 又或者用蝕精血淋他的頭 好 到時候 我再向那個地方 射他兩顆圓銘彈 看看可不可以一次過搞定這個鵝鬼王 用銅子尿 射他 如果被他發現 他一爪爪回來 那我豈不是很容易做了太監 你打不低他 恐怕 我們兩個太監也做不成 那 好 我們要跟他報告 那準備 3 2 1 起 鵝鬼王 我在這裡 有膽的 你過來抓我 豬油膏 機會來了 好啊 鵝鬼王 讓你嘗一下 你豬油膏爺爺那些銅子尿的味道 豬油膏爺爺 射中他了 開槍了 開槍了 為什麼 為什麼沒用的 兒子呀 你搞什麼鬼呀 為什麼他好像什麼事都沒有這樣 沒理由的 師父說過 一個男人 他只為童子身的話 他的陽氣 足可以使用童子尿 又或者中子血兩次的 蛤 要童子身嗎 日仔 那如果不是童子呢 什麼啊 朱鵬哥 你這麼小時候居然 最壞都是郭二叔被那些寫真集我看 所以 我去年就已經不是童子來了 哎呀 你不早點說 他抓過來 日仔 救命啊 救命啊 惡鬼王 你夠膽傷害我朋友 我要跟你拼命 起 糟了 日仔 原來 他都會生動激勢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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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惡鬼王真是狡猾 他表面上的足處又高 實際上 等我破崴的時候 他是有心要來撞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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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抹大了個口 向我看過來 怎麼辦 我被他抓緊 根本幾乎 動都沒辦法動 啊 有了 鐵花衣 給我留下的 我師父那張押音符 我 你一於 動你 摸完這一招 天地無敬 乾坤者佛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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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達到我 好痛 我 要 請 走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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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快點走 快點走 快點走 啊 鬼不知要走 啊 我已經不動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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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是什麼 就是我被惡鬼王 出行令這樣打在地下 整身骨頭都好像打得散了 根本不能動的時候 惡鬼王的鬼魄又是向著我拍下來 眼看着我就會秘無可避 要被他一掌拍比的時候 忽然間 一到金方 不知在哪裡射過來 因為一下子就射穿了鵝鬼王的巨肘 就在鵝鬼王痛到一路咆哮 一路打到退的時候 那道金光停在了半空 他...他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他的樣子好像一條金色的蠶蟲一樣 一仔 等你見識一下 這個就是萬古之王金蠶蠱 寧靜阿姨 原來師父他們來了 你這兩隻百搖星幾乎壞那些大士 立信 不要掛罵人 搞定這隻鵝鬼王再說 好 寧靜 你助我一臂之力 天地無敵 乾坤之伐 淵雷劍 停泉 幫我鎖住的對手 好 金蠶蠱 去 我見到寧靜阿姨用手一指 那隻金色的蠶蟲 馬上又化成一道金光 飛到鵝鬼王面前 只見鵝鬼王雙腫一拍 似乎是將那道金光照實 但是只見這道金光 在鵝鬼王的雙腫之間 越來越光 鵝鬼王的雙腫 亦都好像 快沒辦法將它枯實 就是這陣子 天雷引動 萬鬼滅形 天雷劍 斬 我師父念完口訣 手裏面的圖木劍一揮 只見 圖木劍裏面電光閃動 即使 將鵝鬼王的一雙鬼爪 都劈了下來 嘩 好厲害 陳成仁 拿你的虎爪過來 天地無極乾坤赤法 聚揚所欲 振發啟動 虎爪天雷 破 師父 這鵝鬼王 是否已經被你殺死了 你這個野獄惡精 你以為鵝鬼王死的禁業 我現在只是用鎮法將它困住 你怎知道 你這幾個伯劍鬼 和我們惹了幾大麻煩 你做古墓裏面 都不知還有多少惡事 除了鵝鬼王 鬼武 還有… 算了 鵝鬼王 這些事 暫時還是不要讓小孩知道了 我們快點回到衛國那裡 現在 還有一大堆麻煩 等著我們搞定它 鵝鬼王 鵝鬼王 你沒事吧 鵝鬼王 鵝鬼王 我… 我沒事 怎麼知道 一仔是道徒命 所以 逢是見三 都有一個坦要過 他六歲過一關 我幫他擋床 結果就認在他姨姨身上 到了九歲的時候 因為之前我跟他做過一場功德 那這一關就相信你而過了 只但是 你都不能整天 靠人扶著你才行得到的 十五歲這一關 終於要你自己來應見了 啊 呃 江師傅 那… 那我算不算都是童子命啊 我… 我家都陪伴他 搞到自己全身傷勢了 你這批豬油膏 都好意思說自己是童子命的 小小就連個童子之身都沒有了 我多怕你呀 大壞我們呀成一 不會的… 不會的 江師傅 你也見了 今次 我…我和一仔 有著多深的革命感情啊 如果不是他搏行命地來救我 我又搏行命地來救他 恐怕我們兩個 都捱不到你們的泥啊 算你兩個 還懂得講義氣啦 回去之後 每晚過來 跟我練武功 教你半個月之後 以後就等你自己練了 啊… 為什麼… 只是教我半個月呀 因為半個月之後 我和一仔 就一離開這兒了 一仔哥哥 肥哥哥呀 這次 我鬼母的事情完了 我都要跟媽媽 回到我們苗疆那樹了 我走了 你們會不會記得我呀 當然記得啦 月魚 我們怎麼會忘記你呀 如果有空的 我… 我會去你們苗疆那樹來看你 嗯… 你知道我們住在哪裡嗎 月魚呀 我也會記得你的 嗯… 我都會記住你 一仔哥哥 好啦… 好啦… 三個鬼頭仔 不要那麼肉麻啦 明天 你們是會有機會再見面的 姜師傅 真是真厲害 想不到 你教出來的弟子 還有一個朋友都那麼厲害 啊… 成一啊… 你來見一下你這位大哥哥啦 他叫做楊繩 是個天才來的 人家二十三歲就已經讀到博士後 十幾歲 好像你那樣的年紀 就已經入大學啦 啊… 姜師傅 你不要笑我啦 哈哈… 我現在都不得閒笑你們了 記住 楊繩 我之前交給你的事很危險 在你拿回去研究之前 千萬不要撕開外面的那道符 要不然 後果會非常嚴重 是… 我明白的 是啊… 維國老和尚呢 維國大師 現在還在處理那些蟲卵 嗯… 由這個老徒羅來壓陣 我先放心 這次 整個古墓裏面 所有的鵝鬼卵 我們全部都會清除 只留下四顆 兩顆 是給靈青的 兩顆 就是由你保管 你是帶著國家任務來的 希望這兩顆鵝鬼蛋 對你的研究 會有一定幫助啦 胡鐵花 胡鐵花 召集人手 一半 跟我 和靈青下去 掺除鬼母 和… 那件難搞的事 另外一半 就護送楊聖 和這幾隻白艷星 返回我們住的竹樓 你記住 無論如何 不過 在我們回來之前 絕對不能放他們幾個離開 知道了嗎 是 保證完成任務 師父 那… 什麼… 你去捉鬼母 都不把我們帶上去嗎 還不帶你們去 鬼母 要比這隻鵝鬼王更危險得多 還有建造這座鵝鬼母的人 留下的利害殺仗 每一樣東西都是空險萬分 你師父我和靈青還有衛國路透露幾個人 就算是洗盡本事 都未必可以把他們搞定 你是不是 還想過來 暫連我們歌兵 拖我們後腿 呃… 不會了…不會了 師父 那就乖乖地和我回去 是… 是… 一隻哥哥 你不要再纏著你師父了 你陪我出去吧 我真的很想 你陪我一陣 在我們那裡 沒有沈蚊仔肯陪我玩的 也沒有哥哥肯背我的 為什麼 是不是你太白艱 所以別人不肯和你玩呢 我哪說白艱呢 只不過 他們都很尊重我 很尊敬我 但他們就很害怕我 所以都沒有人肯和我親近 那為什麼 他們會怕你呢 我… 我… 我都不明白 看著月魚 在他這麼小年紀的時候 這時候 忽然間泛起的 很憂傷的眼神 我不知道為什麼 和他之間 所有的不開心 都全部都忘記了 不知不覺之間 我… 居然拖起了他的手 我真的怎麼也想不到 我們上山之後 居然要過了足足三天 師父他們 才在古墓當中切熱回來 但是… 當看到他們的樣子的時候 我們幾個人都嚇了一大條 因為… 他們每個人的頭髮、衣服 都已經很凌亂狼狽 而且身上還有斑斑血跡 天… 師父… 你們沒事吧 看我們的樣子好像沒事 不過… 總算是祖師爺保佑 這次這件事 應該都可以告一段落了 這個時候 陪伴我們一起回來那個 年輕的博士後楊盛 忽然間又開口說了 姜師傅呀 我想看看這次古墓的報告 聽說… 你們搞定這隻姜師 過程是怎樣的 還有… 是否說你們已經捉到那隻鬼墓 鬼墓是怎樣的呢 師父他們… 捉到鬼墓… 呵呵呵… 我聽他們說過 說你這個年輕人 你什麼都好 就是折個頭 想不到… 你真是折腸折腹成這樣 好啦… 我們在古墓的行動 已經全部寫在報告裡面了 你可以拿回去慢慢看 至於鬼墓是怎樣的 靈青… 你拿給他看看吧 蛤… 不是吧… 師父他們… 真的直接… 就把鬼墓帶了出來嗎 相比其他人來說 月圓這位麻麻靈青 現在依然顯得很鬆容優雅 只不過是他的髮型已經有點凌亂 還有面上… 有些油煙的痕跡 唉… 那個建造古墓的人 認真陰險 為了防備自己的秘密洩漏 居然留下了這麼厲害的機關 立順他們已經是千房萬房 但是想不到… 最後還是中了招 可惜… 那兩個同行的戰士… 唉… 逐到這個鬼墓 都換不回他們的命了 講到這裡 靈青神情形重地 將他身後 有一個足足 有半個人甲高的雀躲龍 一濺濺開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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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 可以生出臭鬼王的鬼帽嗎 媽媽… 什麼…這隻就是臭鬼帽嗎 …她… 她… 她的樣子… 真是… 真是頂可愛的 我真是怎么都想不到 那只能够生出几百只饿鬼蛋 而这些饿鬼蛋 又是可以长成这么恐怖的饿鬼王 它们的鬼母居然是这样的 它不是一只 好像一个大篮球这么大的飞蛾 只不过 和普通飞蛾不同的是 它整个身体 续续有一个篮球这么大 而那对翼合起来 就续续有饭店里面 那些十二个人吃饭的圆桌桌面这么一款 它身上最得人害怕的 就是这对翅膀上边的花纹 因为它这对翅膀并在一起的时候 组合起来看 就好像是一张似笑非笑的面 这个面 跟饿鬼母大门上面 吊着的浮雕是一模一样 问这一只 对翅膀上面 有个饿鬼头像的 这样一个飞蛾 居然就是传说中的鬼母 自从之地探饿鬼 斗鬼母之后 我就已经查阅过 师父留下的那些 佛家和道家的典籍 在六海里面 我都幻想过很多次 鬼母是怎样的 但我真的猜不到 它居然 会是一只飞蛾 师父 为什么这只鬼母 会是一只飞蛾 这样的样子呢 它 它是否厉害呢 它会不会咬人的 一仔 但你以为 只是懂得打人咬人的邪魔 才是厉害吗 鬼母 它的利害之处 不在于它懂得用什么邪術来害人 而是 只要它想 它就可以将它生出来的 所有的小孩 全部召唤出来 包括恶鬼王 所以 控制了一只鬼母 就等于 控制了一堆恶鬼 这次为了对付它 我们已经想尽办法 要在找到鬼母之前 先清除那些恶鬼卵 和已经枯化出来的恶鬼虫 甚至恶鬼王 因为 只要一被它觉察到危险 它就可以 令到那些 本来 将它等待枯化的恶鬼虫 全部能即时枯化出来 甚至将那些幽眠状态之下的恶鬼王 承认的恶鬼都全部能召集出来 一切攻击我们 还有 好在这里是人间 不是它的势力范围 如果是恶鬼界 鬼母 还可以施展它的法术本领 只不过 在人间这时候 它才受到很大的限制 师傅 师傅 你对竹鬼母 是不是还有什么危险 为什么有你和维国师叔 还有灵智阿姨 这么多高手在这里 都 唉 建造鬼母的这个人 真是一个高手的高手 这个人 他精通道术 武术 古术 和他相比 无论是功力本事 也或计谋 我都差他一皮 今次 在恶鬼母里面 我就中了那个计 还连累了两个战士 恶鬼母 原本 是一个精通无数的大巫师的坟墓 这个人找到了这个古墓之后 就利用里面的阴气 和之前那个大巫师 留下的一条黑蚌蛇 来建造这个恶鬼墓 培养几只超强的恶鬼王 来实施他的一个计划 但是后来 他的计划失败了 他就丢下了这个坟墓 不管 至于 这个恶鬼墓 会不会最终放出了 恶鬼虫 围惑人间 他就不理得那么多 只但 他也不想 让人发现自己的秘密 所以 就在那个大巫师 睡的棺材那时候 留下了厉害的机关 鬼母 和这个机关 就收买过一堂 虽然我之前已经感应到 你这个古墓里面的空险 入古墓之前 我已经部署了个天罗地网阵 又用师傅留给我那张银符 拒散了坟墓里面很多的邪气 然后慢慢推进 终于被我们锁定了 鬼墓的所在 就是古墓的主墓室 那个无私分的棺材之中 而且 这里也是整个古墓 这个大的罪阴阵 它的书楼所在 只要摧毁了这个书楼 这样 古墓里面的阴气 就会荡然无存 没有了阴气支撑 那就算古墓之中留下两粒恶鬼卵 也都不可以再为和人间 只但是 在我们攻向主墓室的路上 不断地有些难路鬼出来 暂乱歌平 原来这个 只是那个人留下的机关之一 它是被鬼墓利用这段时间 召唤那些 已经承认 但是沉睡了个恶鬼王过来帮忙 你们遇到个恶鬼王 就是被鬼墓召唤出来 不过你们几个人 同着恶鬼王的一番前斗 也都为我争取了时间 使我们及时破坏了 其他八个墓室的古墓 令到那只鬼墓 没办法再召唤其他的帮手 终于 我们来到了那个主墓室 老墓图 你看看 这个棺材有点古怪吧 嗯 没错 这个棺材 中间裂开的这条纳 分明是为了阳师之用 难道 棺材里面的尸体 已经被它练成了僵师 铁花 你找两个伸手好的人过来 我用红绳 和他们打索阳结 盐轻他们的阳气 然后 等他们两个 搬开棺材盖 我 凌晴 还有维国徒露 三个人都成镇勢 如果万一里面有什么移动的 我们就一起出手 灭掉它 好 张成 黄坤 你两个过来 等姜师傅 和你们打索阳结 好 我现在和你们打索阳结 姜师 应该闻不到你们身上生日的气息 你两个听我命令 搬开个棺材盖 是 三 二 一 起 刘正通 看来真的有了到啊 白孔僵师 难我不到的 等我来 天地目的乾坤者法 破音符 起 起 瓶死索 起 我看你们怎么动 两位 快点和我将你的僵尸 抬它出来 我们看看 鬼母 是不是你在棺材里面 是 是 古代鹿啊 老正兔 首先 张成 我刚才 我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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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打到你变密封道 铁花你快点避开 他根本就不怕子弹 姜师傅 那怎么办 灵青 我都没办法 你今次叫我出来专门对付恶鬼 我根本不知道有僵尸 我现在带的鼓措 没人还可以克制到他 老将头 为甘之计 只有你自己做幼儿 你可以用裙吸索 绑住你和他 我就用佛门的小弓 把他给震昏 等他一闻一笑 你马上就把他拖出去 如果他再醒 我就再好 拖到古墓外面 我们就用天罗地网阵 还有阳光烈火来把他灭了 唉 好了 都唯有是这样了 民事所 火民事之效 就是这样 我就带着这条条尸 一步步地 从古墓里面走出来 每走一段路 我和你卫国师叔 就要轮流用法力去将他震昏 他一暈 我们就拖着他走 醒了 又要和他打过 直到采出个震昏为止 就是这样 就这样 续续晒了三天的时间 才将他拖到墓门外面 那时候 我们几个都累得筋疲力气了 但是到了墓门的时候 那条条尸 可能感觉到危险 还不肯跳出去 最后 是卫国 施展了他一招大力金光腿 终于将条尸 踢到阳光下边 我跟着马上发动天罗地猛阵 敢先将他烧死 哇 原来卫国爷爷这么打得的 他是不是武林高手来的 猪猪高 看来 你也挺适合的 当然 正所谓天下武功 出少林 你说 人家做和尚的 势不势力啊 哎呀 那看来 我不如 要拜卫国爷爷为师 姜师傅 你帮我问一下 卫国爷爷 他是不是现在都想收徒弟 如果我做了他的弟子 到时候 学完他的本事 岂不是 我都会变成高师 哈哈哈 啊 朱油膏你真的多懂得想的 嗯 没错没错 拜卫国这个努突鲁维斯呢 的确可以学到很多本事的 只不过 有样东西呢 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吧 啊 有什么不好啊 嘿嘿嘿嘿 做了和尚 第一 就不可以吃肉 第二 不可以近女色的 啊 姜师傅啊 什么叫近女色啊 就是不可以跟女孩子拖手仔 拍拖咯 那你捨不捨得啊 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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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 学武功都要这样的吗 肯定啦 肯定啦 还可以放一片先 哎呀 不过 你说 没肉吃啊 那真是 挺难顶的 嘘 朱油膏 我看你都不用说大话了 什么没肉吃很难顶的 我看你啊 分明是不舍得 不跟女孩子拍拖而已嘛 哼 你老实跟我说 你现在喜欢了谁先 是不是刘春宴 说 不是 我怎么会喜欢他啊 他转了学 整个学期 才写了两封信给我 就是写给你啊 就每个星期都几乎一封 哼 我看啊 不知道会不会刘春宴 喜欢你呢 不过我说呢 一仔你认真浪费了 你从来都没有封信给人家的 喂 如果喜欢人的 就现在趁机会出声好了 我 哪有啊 我 我 我明白了 你不懂得怎么写一封信来哄她呢 不要紧 我可以借一本 哄女仔的秘笔给你看看吧 咦 看看 少女之心 这本是什么书来的 哈哈哈 你本啊 现在是最行时的爱情小说 我抄了整三个礼拜 才将她抄完 这给你看下 我不知道 怎麼跟女生相處 怎麼說你哄女生的說話呢 壞壞壞 豬油膏 看你的樣子 猥瑣得他 這本肯定不放什麼好東西 看來 我還是要 拿來幫你們研究一下 鑑別一下才行 啊 姜師傅 不是吧 不過 姜立淳 你今年貴庚啊 怎麼跟心溫仔 都說了這麼不正經的東西 這本東西 你都不准看 拿過來給我 清妹 我什麼你想研究一下嗎 當然 當然 你看先 你看先 什麼我先看 亂說 啊 你都做了日師傅了 你現在這樣 是想教好他還是教壞他啊 啊 是啊 清妹說得對 清妹說得對 總之呢 這本書 她都不給看 你啊 一樣不准看 拿過來 好了 我都要走了 嗯 是啊 日仔 其實 我們都是時候離開了